有人说婚姻是围城,活生生的走进去,血淋淋的走出来,婚姻是两个人感情的最后归宿,恋爱中的人们对婚姻充满向往,婚姻中的人们却对婚姻生活有些许失望,不管你是否已经结婚,都快来吸取一下经验吧。 婚前对自己百依百事的,遇到节日的时候都会送自己礼物,结婚之后,老公都不会关心自己,而且连给自己花钱都舍不得,在家里还要整天做家务带孩子。 美夏今年刚满三十,和自己的老公结婚半年时间了,因为自己和老公事业心都比较强,都想先把事业做好过两年再要小孩,所以和老公都是采取避孕措施,然后双方的家长经常催促两人怀孕,夫妻两只能从命要了小孩。 正常来看女人十月怀胎应该是非常辛苦的,特别是到了后面几个月,基本都要人贴身照料着,但是美夏在孕期间,双方家长并没来看过,两家人都认为孩子怀孕是好事,怎么说也是对方家里人去照料,所以两家人一直拖着,最后没有一个人来看看美夏。 好在十月怀胎,美夏的孩子是祖愿生产的,生产的那天,只有美夏的婆婆和公公来到,美夏的妈妈没来。 因为在孕期的时候,医生告诉美夏,孩子属于巨大儿,到时候生产建议美夏剖妇,这样对孩子和大人都有保障。 美夏同意了医生的建议,美夏被医护人员送到了手术室,医生征求家属意见。 关于美夏剖妇还是顺产的问题,在一旁的婆婆听到后,忙对医生喊,我媳妇就用顺产的。 她这胎是女儿,要二胎生个小子的,剖妇以后不好生,于是拉着儿子死活让儿子决定顺产。 美夏的丈夫扭不过母亲,值得让医生给美夏进行顺产了。 医生只能同意家属的意见了,因为美夏的身体状态不是特别好,所以给她注射了催产素。 两个小时过去了,突然一身孩子的啼哭出现了。 美夏生下了个9.5斤的闺女,美夏的婆婆和公公进来手术室,看了孩子,一眼就走了。 美夏的老公很开心,抱着孩子一直看着。 公公婆婆婆和美夏的老公对于美夏生下孩子这件事并没有特别的高兴,也没有关心美夏。 美夏忍受着身体的疼痛,慢慢的坚持不住,约了过去。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的样子,护士店病房查看情况,这个时候才发现美夏已经休克了。 护士赶紧交来其他医护人员,对美夏进行抢救。 经过医生们的努力,最后美夏终于被救活了过来。 大家对美夏和她的家人有什么看法呢? 美夏生孩子难道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你是美夏,你会做何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这里是预音圈达人,好看的宝宝家长都关注了我们,期待你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孕育孩子。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